大家来看到现在店价又要涨了 注意荷包 现在传出梅度要破8块钱吗 台电现在累计亏损超过3000亿 经济部在18号要向政院来申请 来争取拨补台电的预算 并且在这个周五22号 在周五就会召开一个店价的审议会 会来拍板决定4月份的新店价 4月份的店价涨幅 而拨补的金额是1000亿或是1500亿 那么就跟这个店价涨幅有很大的关系了 到底是1000还是1500呢 大家都认为涨定了 而且只拨补1000亿的是很大的一个几率 所以预计如果是在这个1000亿左右的话 好 店价涨幅大概是13% 就会有1350万户的家庭受到影响 那台电表示还没有定案 但是可以看到本周五也就会来确定新店价 好 如果是700度以下调涨5% 那么700到1000度调涨7% 1000度以上涨15亿元的特大户 将会涨15到30% 那么如果说是15%的话 哇 带动很多 接下来要涨的当然就是物价了 那还有人说那店价涨你的就好了 还有房价所得比这么高 薪水比照美国就让你涨 因为朝野事实上都不乐见 对民政的冲击会过大 所以初步规划 适用是在5%涨幅者 拉高到每个月的用电700度以下 这样的一个幅度 但是可以看到影响将会有1350万的家庭 那现在传出了 如果说1000度以上的用户呢 面临10% 那接下来这个电费首次就会突破 每一度8块钱 网友就说了涨幅在15上下 是很便宜的 整个月还没有一餐吃到饱这么贵 台湾人呢 也表示这个日子已经好日子过太久了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通膨的压力之下 什么都涨 那么接下来如果说4月份 电价又要再涨 民众当然是压力非常的大 那么预估在这个影响会有 1300多万户的家庭 不只是做小生意的店家吃不消 还有呢用电占成本支出近三成的旅馆业 也喊出如果店价上涨 哇这个旅馆业的房价也要涨 很快呢可以看到整个物价 又会再次的被哄抬上去 电费涨价最快本周定案 恐怕首次出现 实无前例高达8元的惊人电价 台电目前亏损3000亿元 经济部向行政院争取台电补助 但预估也只有1000亿左右 周五前将召开电价审议会 整体看来4月电价张定了 零售月来讲 事实上他对他的营运成本 不会有太多的影响 那一直在鼓吹说 这个要调整一些售价 这个有没有一定程度的合理性 我们也希望社会能够一起来探讨 经济部原本规划用电350度就要调涨 但民意反弹过大 此次电价调涨方案可以调高 以700度为门槛 每月用电700度以下 涨幅都是5% 等于93%的家庭用户影响不大 至于701度到700度涨幅约7% 1001度以上恐怕调涨10% 千度以上用电大户对这次调涨最有感 除了将以产业别区分涨幅 又将再细分三类 包括用电成长 用电持平或衰退不到一成 以及用电衰退超过一成等三类 整体平均涨幅大约落在12%到13% 而用电落在50亿以上的特大户 涨幅可能落在15%到30之间 旅馆一年365天24小时都需要用电 电价占成本支出大约2到3成 比重相当吃正 每次涨电价都针对用电大户 业者也真的快吃不消 记者张昭彭卫生台北采访报导 电价在4月份调整 那么号称调整之后 93%的逐步受影响 但是这位是著名的节电达人 黄岐军在脸书上说了 他自己就是一个用电量少的家户 涨电价冲击不大 但是呢他也要来告诉大家 这个政府的能源政策根本在乱搞 真的是不吐不快 口口声声说要达到净零碳排的目标 但是呢搞了一大堆的间接性再生能源 没办法稳定的供电 好结果导致什么呢 2009年以来燃煤供电增加 生命周期高温气体扩散的这个高温是 生命周期高 好温是气体散溢的燃气暴增 那么民进党政权根本不想迈向净零 所以不要再乱搞了 现在传出在这个部分 一度电要涨到8块 换来的是什么呢 高碳排 为什么要把每度1.09的核能给废掉呢 也至于说整个政策根本就是乱搞 那可以看到除了影响小老百姓 当然企业也是大受影响 行政院的副院长郑文灿今天宣布 在台积电两座的先进封装厂 将要在嘉义科学园区设厂落地 嘉义县长翁蟑螂强调 台积电设厂来嘉义 将会为地方的发展带来一个大要劲 根据了解嘉义科学园区面积达到88公顷 台积电两座的封装厂占地20公顷 那么这网站表示 现在相关的环品水电都已经进入盘点了 在动工准备阶段 预计今年就会动工 在台积电现在也要落脚嘉义 户国神山台积电 那么在今天出席预据美股呢 发放3.5块钱的现金股利 而这也是台积电改采季配息以来的单季新高 在18号开盘之后 台积电除息表现还是亮眼 马上涨了4块钱 瞬间就完成了填息 那么外界推测 因为辉达的新晶片马上登场了 所以大家现在投资人还是看好电子股 另外在ETF也是热门商品 甚至还有人传出为了要抢满ETF 把房子拿去压 今晚会对此也出手了 盐管三管旗下要来强化规范 金元代工龙头台积电18号出席 美股配发3.5元现金股利 比对15号收盘价753元 18号平盘参考价749.5元 好消息是台积电18号开盘 就冲上754元 几乎是秒速天息 截至早上10点最高冲上762元 上半周大家都聚焦在NVIDIA的GTC大会 市场也普遍预期会有释放出 这个更多的一个正向的一个讯息 而这回台积电配息每张3500元 这也是台积电给采季配息以来历史最高 电子业大好同时带动大盘 开盘占上19706点 10点前最高19801点 上涨超过百点 直到2万点这个地方 大家特别留意一下 会不会有涨多之后拉回的一个风险 可以趁着拉回的时候再做出手 尽量不要去追逐 同样热门的还有00939和00940 两档ETF上市话题 传出有民众抢购 不惜借定存抵押房子 主管机关金管会18号立员被巡时 沿逆三管旗下强化管理 首先就是针对投信与网红合作 订定五大自律规范 要求业者必须审查网红上节目内容 有无违反广宣规定 而相关规范 第一次六月底前完成 我想杨菌效应是任何热卖金融商品 都可能产生的行为 重点就是我们的投信公司 有没有充分告知投资人 有关商品相关的完整的资讯 另外业者和网红 未来签署的合作切结束内容 可能已会规范股票型ETF 不可以用月配息为广告诉求 见直接示年化配息率 作为广告红线 投资导人也提醒 ETF等于同时买多种股票 还是要注意风险评估 这位黄美君王一婷特别报道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 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 让我整个人工作更专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 和益生菌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消化到机能 各场运作 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实 克菲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从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 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积极的灵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不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 有额外的折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付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付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付明镜与点栏目